那我们来解说一下 刚刚我们执行出来的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我用 用icolors去编译 OK 那编译完之后呢 用VVP去执行 OK 那执行出来的结果 我们发现他确实做了SOR这件事 从这里 你可以看到他的逻辑都符合SOR的要求 那我这边呢 其实是一个Vlog的测试档 那SOR这个元件本来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我们不用再写元件的模组 只要写测试档就好了 那这边是他的名字 那这边是他的输出 后面两个是输入 那在这里呢 我有宣告ABC 因为一定要宣告 你才可以在测试模组里面用 不管不管怎么样 那个Vlog其实是个强形态的语言 所以你一定要宣告 那只要有用到的变数 一定要宣告强形态的语言 那一开始出实质呢 我就把AV都设成0 那你要做这个设定的时候 请注意一件事情 你的变数形态必须要是REG 如果变数形态是Wire 是不能指定值的 所以变数形态一定要是REG 我才可以做这件事 A等于0 B等于0 那接下来呢 我在50的地方呢 我让A加1 然后在每100毫秒就让B加1 这每50毫秒就让A加1 每100毫秒就让B加1 这做什么用呢 这边每50震荡一次嘛 所以100的话 它就会震荡两次 两次就会从0到1又回到0 OK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组合就会变成001 1011这样子出现 所以这两个有倍数的关系 是这个原因 那最后呢 我用在Always at A or B A or B就是说 A有改变或B有改变的时候呢 我就Display去显示 A等于多少 B等于多少 C等于多少 这个钱是说 它是在TestBench里面的一种夹子粒 就说它不是真正的电路指令 它不能用来合成的 OK 但是这种指令可以用来帮你在测试的时候做显示 就跟C元的PrintF是一样 而且语法就跟C元的PrintF一模一样 OK 只是说它这种指令不是合成在电路里面 就这样 它不属于VariLog的合成的指令之一 但是它可以用来做显示 这个是100毫秒 延迟100毫秒 就是说 对 警字号就是时间啦 不一定是毫秒 但是你可以规定说它一单位时间是多久 规定一单位时间是多久的方法 在第一行的指令这边可以 可以有一个写法 那个写法 那预设的话其实它也没有所谓的毫秒 它根本就不告诉不写说多少 但是你就是预设就是一个单位时间 预设就是一个单位时间 那你可以在真正的制程上面再去指定说它真正是多久 那预设就是一单位时间 你至于它单位时间多久其实没有关系啦 那只有在真正烧到晶片的时候 跟晶片的时迈有关的时候才会有关系嘛 你只要不超过那个晶片的速度极限就没有关系了 OK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2000的时候 又是前字号finish 这前字号又是不能合成的 OK 那finish就是说我这个程式执行完了 跳出来 这个程式执行完还跳出来 不是end module 结束 没有end module 是类似 function 的开始和结束 类似你C语言的main是不是用个大括号 那这个end module 就像于结束大括号而已 OK就这样 对可是它这个东西不是循序执行的 你要去想清楚 Vlog 是一个平行语言 它是一个电路设计语言 所以它的程式执行模式基本上是永远一直执行永远不停 就是你只要不行 你听到它跳出来它会不断 对 它的程式执行模式是永远不停的 一直执行到无穷无尽的 那我这个就有点像在C语言里面写说 那我在这边要ESIT是一样 那它有回圈吗 它其实有一种回圈 但是那个回圈不是你想象中的C语言那种用法 所以它算是怎样 因为它第一次回圈 它有回圈真的有 但是它那种回圈跟你想象中的回圈是完全不一样 之后有那个我们再来看回圈的部分 那它的回圈跟C语言的回圈你千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那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OK 那这个Finish就是说在2000的时候我就让它停了 对 那我这里印有没有 你会发现印到最后它停了 如果我不写这个2000Finish 它就一直印下去就down了 那你要按Ctrl C它才会跳出来 所以这个2000的用意是这样 OK 所以这个程式 我建议各位去执行看看 你先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你才有感觉说OK iColors到底是做什么用 所以先执行一下 好